音樂 哈囉 大家好 又見面了 那我們有做另外一項業務 就是我們的台查檢驗 TTP 然後也是我們就是有負責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公司最主要的 就是針對我們台灣的茶葉 然後做一個農藥的檢測 那我們做的項目比較集中於在茶葉 算是比較專業 那台灣檢驗公司也蠻多的 那像是比較熟能像SGS 還有一些其他公司 那我們TTP是專門就是針對茶葉 所以未來的那個茶葉 這邊就是我們的官方LINE 有問題都可以私訊 我們公司小姐都很熱誠 很熱心的會為大家解答 那我們台灣的農藥的規定使用量是411支 那我師現在的農藥檢測的項目 我們已經做到576 576像是576種農藥做檢測 每個國家的規定都不一樣 那像是有些做進出口的 其實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來我們 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然後來做詢問 因為像是歐盟的法規 它每一個國家都不一樣 那如果說你要出口日本 要出口美國 那每一個國家法規也都不一樣 就像我們會遇到一些問題就是說 欸?我怕不怕就過了 有什麼我出口就不過了 因為它的項目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有要走出口這一塊的話 有一些問題的話也是可以來找我們 然後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就是 專業的說明 然後讓你更好去判斷 因為有的時候常常喔 哇!我一頓堆出去 欸!被抓到了 欸!如果說已經到農藥了 或是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那那些茶的都掉了對不對 所以它也是有一個風險存在 那我們在出口前 我覺得這一塊也是很重要 那如果說 有些人他會說 欸!我可以喝得出來 或是欸!我聞出來這一杯有農藥 那我的感受是這樣 如果你真的聞得出來也喝得出來 那那個就已經差不多 那個邊緣界了 那就是有點危險了 那我們這三杯茶就是 第一杯這一杯是 有農藥殘留被檢測出來 差0.01 對 然後中間這一杯是 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然後這一杯是 ND 就是零檢測 零檢測出農藥 好!這邊也蠻好玩的喔 什麼叫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那客人問的時候 我就會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形容 我說齁 你現在拿一支辣椒齁 那滴滴在翡翠水域裡面 那你敢吃到那裡嗎? 欸!吃不到對不對 欸!那有沒有滴? 有滴啊!吃不出來 有影響嗎?沒有影響 所以它是在於 符合一個國家標準 對人體無害的狀態下 它適度的去管理它的茶園 那ND的話就是 完全沒有檢測出 或許它是在那個週期 農藥的週期它已經過了 所以它是 最後面那個茶葉是完全沒有農藥殘留的 檢測出來就是叫ND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就擺三種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做背書 就是點藏老茶協會 這邊所有的茶 都是經過我們檢驗 那也是能讓大家喝的安心 買的放心 那有機會也可以來 或是想了解的來南投 也可以來找我們 TTB 還有TTB來聊一聊 或是說 欸!有什麼想法想出口 或是說 欸!我想做一些檢驗 我想知道說 欸!我家裡的茶 到底是 有農藥殘留還是沒農藥殘留 其實都可以找我們來會談 好 謝謝